喝酒开车的人常常都抱有侥幸心理 被查之后还胡搅蛮缠 最近江苏丽阳交警察获一名酒后驾车女子 在听说要被处罚之后 女子不但不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 反而还抱怨起了民警 事发当晚 江苏省丽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逮捕中队民警 在路上开展查处酒后驾车专项行动时 一辆小汽车进入了民警视线 经过初步检查显示 女子有酒后驾车的嫌疑 面对民警 女子也爽快地承认 自己确实是喝酒了 我是晚饭人私底的喝点 经过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 女子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为40毫克 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标准 要怎样吗 会怎样吗 我大概会跟你讲 我明天早上还有三个毫升 你明天早上今天晚上可以回去的 好吗 放心 饮酒处理 听我讲吧 以前有没有公安机关处理过吗 因为饮酒的事情 从来没有过 第一次罚款1000 驾驶证占扣6个月 第12分 听说可能要受到的处罚 女子一下慌了起来 我喝了一杯还要这么严重 不是以喝多少杯来计算的 是你吹出来多少为准 在现场 虽然对测试结果没有异议 但是女子十分的不甘心 就是不在检测结果单上签字 也不愿意去医院抽血 做进一步鉴定 始终认为她晚饭是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吃的 那么当时被我们查处的时候 大概已经是晚上将近十一点钟了 那么她始终认为自己过了五六个小时了 不可能再有酒精含量了 所以一开始当我们把这个酒精测试结果 展现在她面前 需要她签字确认的时候 她一开始还不能理解 巧合的事事发当晚 在查处女子酒驾前 民警还拦下了另外一辆可疑汽车 车上一名男子在检查点前 突然打开了车门 从副驾驶下车 被民警怀疑酒驾 经过后续检测调查 男子虽然喝了酒 但确实没有开车 而该名男子正是被查女性的儿子 见母亲不肯签字 男子也上前进行了劝说 最终女子在检测单上签了字 而在离开现场时 女子的一句话又让民警哭笑不得 我们交警部门现在查出酒驾 采取不定点 不定时的工作方法 所以在此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风里雨里 我们在各大路口等你 我们在各大路口等你